遍當時,我都收到留言或DNA 或DNA留言中 也看有同程中 不相親 environment 大家好,我是MIRROR 今天這支影片,會是同Ignus capsized 話說晚餐east ,我們先說 我们之前在台湾见面的时候拍过一条影片 然后一起去过夜市 然后我们就说到kpop 不如说我们互相选一个kpop idol给大家 然后再配上适当的衣服 所以欣怡诞生了我们今天的影片 我是选了一个kpop idol给Annaz 然后我都选了衣服给她 同样地她也是要选一个idol给我 然后她要选那个idol穿的衣服给我穿 那么今次我要模仿的对象就是twice的momo 间时我都收到dm或者留言里面 都看到有人说我跟momo有点似的 我本人就完全不觉得 我也觉得差很远 momo很美女 我也很喜欢momo 比划似她我都挺开心的 不知为什么今次又那么幸远 Annaz又选了momo给我模仿 唉我尽我的能力 既然我们两个要模仿的对象都是kpop idol 所以我们在想应该都用韩国网购 是比较适合点的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偉大的g market 我来韩国之前 刚刚开始接触韩国文化 韩国东西的时候 已经开始用g market 因为除了它有韩文品 其实它还有一个国际版 就有英文中文 所以全世界都可以陪送到 它操作上也挺简单的 比如这些颜色 尺寸 其实它都会分类分得很清楚 其实除了衣服 化妆品 生活用品 电子产品 家具 是什么都有的 那住在非韩国的朋友 可能就是买衣服系统 或者是化妆品比较多 但就算我现在来韩国住之后 虽然韩国其实都有很多其他网购 但其实我也有继续用g market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韩国很多网购 都可能要身份认证 或者是你付钱的时候 过购的过程有点麻烦 而因为我自己本身注册了g market的币 它可以给credit卡 或者是paypal 然后它有很多不同的副款方式 我懒 因为paypal已经连好了 所以我一按就是了 或者有时呢 因为g market有一个位置 不过那个是韩国版才有的 那它是有个超级市场的 那我多数呢 就会在那里买菜 然后第二天呢 就会有专人将你的食材送到上门 所以我觉得超级方便 那如果大家是未少用的话 都非常推荐大家使用 那事不宜迟 我们就来开箱一下 究竟Annaz 选了什么衣服给我先 好 首先呢 就要开箱第一套 第一套是我自己选的 那因为如果说MOMO的话呢 我第一个印象呢 就是TT 所以第一套呢 就是要还原它在TT里面的那套 白蓝的穿搭 但是呢 我是非常不幸地非常手残 我竟然是 忘记了要买那件白色外套 我选了在购物车上 然后我忘记了 按下单 所以呢 就只有里面那件来了 我刚才发现的 那我就唯有在家里 找一件 类似我想买的那件 这样去搭 那我看到里面那件是 蓝色的 长长地的衣服 所以我就买了一件 纤蓝色的裙子 虽然今次是要模仿Kpop idol的穿搭 但是 我希望这样穿完之后 我之后都可以穿到 所以我还是尽量买一些 之后都可以日常穿的衣服 包括这件 我觉得这件one piece都挺漂亮 然后呢 我看到因为它是穿白色的boot 我都选了一双 都是白色 少少桶 然后我看到它是有少少差的 那它非常方便穿 因为后面有拉链 因为呢 我个人来说 很不喜欢穿一些很不方便的鞋 所以我就买了 这一双 那现在就 变身给大家看 我想说这件one piece多漂亮 我先不要说它有点臭 但是我觉得它的设计非常好 它不算太厚 所以可能秋天穿会更适 它长大到膝蓋 这件挺舒服的 哇 很喜欢这件one piece 然后我没有买的外套 那我家里幸好找到一件类似白色的 第二套呢就是anis选给我的 但是刚才我打开衣服的时候呢 我是完全没有idea 首先呢有什么呢 就是有一件西装外套 但是其实我看到西装外套 因为我会喜欢西装外套 加上呢它是冬天的质地 即是代表我近期可以穿 这个灰色的格子纹都很漂亮 然后呢有一件黑色的小小透的尼龙衫 这种衣服都是平时我会穿的 为什么anis会这么有心意呢 也都越来越奇怪了 就是我觉得很daily的衣服 我刚才这套没有台服 我突然间第二套变了很daily的日常服 然后呢有一条皮裙 然后呢有一条皮裙 然后呢有个袋子 为什么会有袋子呢 我想说袋子也挺漂亮的 我近几年都喜欢用小袋子 这个袋子它小得来 我觉得它的容量也挺大 但是问题是你了 究竟这套会是什么衣服呢 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脑海里 一直都是浮现 因为通常是机场时尚才会有袋 然后呢还有这个 这个黑色的长胸 短胸 中胸 我从来没有穿过这些短胸 因为 看不看那些鞋带 就是每次脱和每次穿的时候 你都要去解鞋带 我觉得很快 因为我是懶人的 我自己选鞋的时候 我尽量选一些 尽量可以不用绑性就不绑性 如果它有帮鞋带的话 我就会先绑上它 要不然就完全没有带 最好是魔术贴 那好了 现在换了衣服 再给大家看 好 我换了衣服 但是为什么我觉得 这么像空眼PASSION 本来的袋子真的很像 等一下我问了 究竟是哪个打扮 我真的很好奇 哦 真的是空眼PASSION 因为我直的会这么准 但我觉得挺像的 看外套它选得挺好 好了 其实 为什么我要卷着这个卷卷 因为我本来不知道 我会模仿哪个造型 所以我头是没有弄到任何东西的 好了 那我现在就把头放出来 然后整个屋给大家看 好了 我摘了一边 先放同一个姿势 它是这样的 不是 它是在左边的 它的西装衣是有扣留的 虽然里面是穿的裙 但是它的裙是看不到的 它的嘴唇是超级深色的 我先把它補上唇膏 我看到它的唇膏不是鲜红 而是比较暗的 好 那这个就是MOVO的 机场时尚 挺好看的 我挺喜欢这一件 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西装衣的长度 刚刚好 因为我是喜欢一些偏长的西装衣 然后我觉得它的厚度挺暖 挺荡风的 这个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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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个人非常满意它们的质地 但是自己似不似呢 我自己不评论了 大家评论了 好 已经炸了个鸡蛋了 然后眼镜的话 其实可能有很多人都不知道 是怎么将这个镜片拿出来 其实超级简单 就这样 一推 刚才这边很容易推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肯定有一边是特别难推的 等一下 我觉得我错又错了 我觉得这件西装衣服我买得很好 因为呢 它是有这样的设计 就是后面有索带 那我是不同的穿搭的时候 我可以拉或者不拉 然后它也很长 它也是针臀的 然后它手袖这位也很长 冬天的时候 我觉得是 手没有那么容易入风 是会暖一点的 而且它虽然厚 但是它是有弹性的 所以你活动的时候 你不会觉得好像很 拉着拉着拉着 对了 因为我觉得西装衣服 也是一个非常好搭的 一件单品来的 基本上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 拥有至少一件的西装衣外套 即是冬天一件 夏天一件 即是两件 TOTO已经是 MOMO这个扎计 然后戴眼镜 是 悠闲得来有点智性 然后女性得来有点 男性头 我自己就觉得不像 但是我很喜欢它这个打扮 其实我很偶尝 我也会这样扎计出街 没有洗头的时候 好了 那么三套的穿搭 就已经完成了 不知道大家觉得我们的还原度如何呢 是我高分一点 还是Alice高分一点 大家看完她的影片之后 再回来留言告诉她们 戴撇着了模仿IDOL的穿搭之外 我觉得无论Alice选什么衣服 或者我自己选的衣服 都是完全没有服 我也是完全日常日常可以穿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好 而且我觉得每件衣服的Quality都很好 它不会有线头 或者是缝得很参差 或者是可能懒了 也有机会 但是呢 这次完全没有 而且其实呢 基本上我买了这么多年Gmarket 我印象中是没有试过 有这么不幸的东西发生 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为什么我一直都在用Gmarket 所以如果大家对韩国的服饰有兴趣的话 非常之推荐大家 可以上Gmarket 看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款式 好了 记得看完我的影片之后 就去Annaz的影片看看 看看我选了什么IDOL 好了 如果大家喜欢今天的分享的话 可以帮我按一次我 记得followIG和Facebook 就可以照顾身录下 记得按下铃铛铛铛 就不要错过最新的影片了 我们下一条影片再见了 多谢老师你 Bye i know you